阳光沙滩 在哪儿啊 海南的三亚 那确实是一个休闲度假的好地方 尤其是冬季 全国各地的人都像候鸟似的 往这边飞 来享受那份轻松惬意 家住上海闽航区的洋方 就是其中之一 话说这一天 他和丈夫陈先生 带着女儿一家三口 兴高采烈的登上了 飞往三亚的飞机 可谁也没想到 到达三亚的第二天就出事了 还是天大的事 这是杨芳一家三口的合影照 看起来幸福而温馨 像这样的照片呢 在他手机里还有很多 杨芳说了 每年只要他和丈夫有空 都会带着女儿一起旅游 这次也不例外 还是一家三口集体出行 第一天全家人玩得很开心 可谁从想 第二天傍晚出游 就变成了一场可怕的梦里 然后我是先上去洗澡的 我洗澡一洗完澡就接他打电话的 组织这次三亚之行的是 女儿学校的家长委员会 根据行程安排 到达三亚后的第二天晚上 有一次家长的聚餐 杨芳自己提前回房间去洗澡 这头发还没干呢 就接到了丈夫的电话 说媳妇啊 我咋有点难受呢 感觉太不好了 那我还穿着睡衣 我里面那衣都没穿 因为她说那个突然疼了 我拿着皮杂子 脱着脱鞋 我穿着睡衣 我就下去了 听着丈夫的口气啊 杨芳就感觉问题肯定不小 她也顾不上什么形象了 穿着睡衣和脱鞋 就往餐厅跑 到那一看 老公已是有气无力 正鞋歪在一起 她说让她坐一会儿 然后那个时候 她手一点发凉 脸色苍白 手脚冰凉 杨芳这时候或许还没意识到 这其实就是心脏病 急性发作的典型症状 我说那去医院吧 她说先不要弄的 让我先躺一会儿 然后就那个了 很恐怖的 说话间 老公就不行了 这时候旁边的人赶紧 不打120 不打口的功夫 救护车赶到 尽管医生进行了全力抢救 但是还没能够挽留住 丈夫的性命 年仅43岁的她 因突发心急梗 离开了人生 本来一家人开开心心的旅游 谁从想 却变成了 生离死别 生离死别